大家好,欢迎收听《和理汉天下》 这条片我想和大家研究一下两个尾巴战争引发出来的问题 第一,是今次战争尾巴双方作出的行动有什么目的呢? 第二,是得到什么结果呢? 不过进入正式议题前,提提大家,请你记得支持《和理汉天下》 请你订阅、点赞、留言、分享,记得按订阅旁边的小铃铛 另外,如果有广告,希望大家支持一下我们 好了,言归正传 首先,我先和大家跟进一下战争最新的情况 由10月7日,哈马斯发动了3000枚火箭弹突袭以色列 接着再配合海路、陆路入侵以色列 以色列方面最少死了900人 而巴勒斯坦那边最少死了600人 其中绝大部分是平民 2005年之前,巴勒斯坦人聚居的加沙地带 原本是以色列军驻守的 2005年后,乙军撤出加沙地带 但乙军仍然控制加沙的上空 而加沙的陆路和海路 都有乙军进行边防巡逻 逆装有大量监控镜头 可以说加沙是世界上最大的露天监狱 所以哈马斯的几千枝火箭炮和发射器 是怎样混入加沙的呢? 另外又怎样突破封锁成功攻入以色列呢? 今天BBC有报道说哈马斯一早算准了 10月7日是犹太安息日 是一个神圣节日 以色列人要是去教堂 要是家人共聚 再不是和朋友约会 基本上大部分以色列人那一天都会很松懈 而哈马斯进攻 有些人用滑墙翼飞入以色列 有些是突袭边防检查站攻入以色列 有些更简单直接用推土机拆了铁丝网 又或者用炸药炸开石屎的路障直接攻入以色列 就是这样 数以千计的哈马斯 有些人走路 有些人坐电单车 这样冲了过以色列 新闻片所见 有些冲过以色列的男人 手上并没有武器 我相信那群人未必每个都是真正的 正式哈马斯武装分子 可能真的有些人一时兴奋 人家去他又去 就杀了过以色列 而更重要的是BBC出了一张图片 原来以色列境内包围加沙地带有6个军事基地 再加上11个重要的建筑物 它的附近一早被哈马斯滲透了 于是哈马斯可以做到同时在17个地点发动闪电攻击 结果杀以色列一个措手不及 就是这样出现了几段充满电影感的影片 哈马斯成功占领乙军一些军事基地 还俘虏一些乙军 而因为十几处地点同时被攻击 所以乙军完全不能互相支援 于是以哈双方一接触 以色列马上快速惨败 这就是第一回合的结果 而那一批哈马斯明显训练有数 以及装备相当齐全 接着其他有武器在手的哈马斯 就在27个不同的地点开枪射杀以色列人 而武昌的哈马斯就弄走以色列平民作为人质 反抗平民有些是被哈马斯用刀杂击的 这些情景以露天音乐会那边是最多人质被脑走的 时候音乐会的现场点算出260具尸体 在那里又有大量的影片流出 触动了无数西方人的情绪 西方媒体的标题很多都是血洗音乐会 而哈马斯就快速占领了以色列22公里的地方 问题来了 为什么这些设备突杂以色列会那么疏忽呢? 路透社就访问了以下两边的消息人士 原来哈马斯是采用了一种误导的策略 去分散以色列的注意力 过去一段日子 加沙地带不断进行大外宣 就说现在还打什么仗啊? 看看如何去以色列打工赚钱好了 网上很多巴勒斯坦人就讨论 如何可以申请到工作签证去以色列 做什么工作人工高一点 然后又有些人骂打工的巴勒斯坦人 说他们不爱国是巴勒斯坦的汉奸 即是巴奸 有人更流传 迟些要突杂以色列 还将整个计划放上网 然后又有网民嘲笑这些计划 总之加沙的人就在内斗 这些场面大家在网上就常见了 于是以色列的情报人员就得出一个结论 现在只有极少数哈马斯想打以色列 那群人其实没什么支持 这群人打嘴炮的居多 说到用滑翔散飞入以色列就笑死人了 总之以色列的情报人员就当笑话 于是哈马斯就摆明打开口牌 说明他们会怎么做的 但以色列反而不信 越说得明你反而不信 还以为哈马斯虚张声势 以色列发梦都猜不到哈马斯已经收了几千枚火箭炮 而过去两年以色列发出几千张工作签证 给巴勒斯坦人去以色列工作 而事实上也看到一些巴勒斯坦人改善到生活 所以确是连情报部门的人都相信 为巴勒斯坦人带来就业机会 令到金钱流入加沙 一定程度上可以带来和平 现在以色列情报部门才知道自己中了计 原来哈马斯把口就说要钱 不打仗了 事实上是静悄悄准备打仗 于是当加沙边境的哈马斯发动进攻 早前用工作签证渗透在以色列军事基地附近的哈马斯 又同时发动偷袭 兼够干扰乙军的通讯系统 就搞到乙军守望脚乱 第一回合彻底惨败 路透社这篇报道就解释了为什么以色列情报部门 是可以今次这么失策的 原来他们日日监控的讯息都是正确的 只不过他们又同时被哈马斯的大外宣误道了 就将那些坚了误判为哈马斯打嘴炮 OK 今日以军定定神之后 48小时内动员了30万后备军人 已经成功修复了所有一度被入侵的地区 现在只有一些残余的哈马斯分子 留在以色列 但很快以军应该可以找他们出来的 最可憐的是 有些身处以色列打工的巴勒斯坦人 可能真是去以色列打工养家的 这些人现在可能已经没命了 于是这些无辜人士的家人又和以色列那边 种下血海深仇了 根本今天哈马斯只是能够 久不久发几支火箭炮去打以色列 但很明显多数都被拦截了 目前以军已经全面包围加沙地带 加沙地带基本上没水、没食物、没煤气、没电力 每天只有四个小时临时供电 相当清楚以军将会发动地面攻势 一步一步攻入加沙地带 然后在加沙地带逐个区逐个区 搜捕哈马斯和拯救人质 而同一时间以色列又空袭加沙 虽然说以色列有预早通知巴勒斯坦的平民 叫他们撤离 但现实是那些平民撤去哪里? 埃及边境又不开放 那些平民唯有留在加沙 找个没那么危险的地方暂时躲避一下 迟些乙军开始地面进攻 这些巴勒斯坦人反而可能有入住 临时集中营的机会 而加沙境内的哈马斯又怎样? 如果巴勒斯坦人成功用人道作为理由 打动埃及开放边境 必定有数以十万计的难民进入埃及 而其中当然包括很多哈马斯分子 混在一起进去 但相信埃及也有方法抽出哈马斯 就赶他们回加沙 到时又是一样走不掉 而不走或者走不掉的哈马斯 有些可能和乙军拼命 有些可能束手就擒 总之这些人将来的日子也很惨 而哈马斯的发言人表明 说不会自动释放人质 就叫以色列准备付出代价 换取人质的自由 又说目前会确保人质健康和平安 遲些如果以色列不听警告 就会一个一个处缺人质 其实看真 以色列现在他们才在打人质牌 哈马斯一天手上还有以色列的人质 以色列就有大条道理 不合比例地消灭哈马斯 到时必定死得更多人 甚至很多无辜平民可能都受伤害 本来加沙地带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露天监狱 现在更会变成世界上最大的废墟式露天监狱 大家看看以色列会不会帮巴勒斯坦人战后重建 一定不会 西方国家很久都洗不掉那份对哈马斯的反感 也不会很大力支持哈马斯 唯有一道就会帮哈马斯 哪里呢?中共 中共一定插手下去 中共拆楼和建楼的速度当然很快 要帮整个加沙地带战后重建 中共还是有钱的 这次真的认了6月的时候 习近平和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所说 中巴两国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 不过这些重建还要先过以色列那一关 不是中共说做就做 帮就帮 我前面又说想和大家研究一下 这次以巴两边的目的和得到什么结果 首先说哈马斯 哈马斯说只是武装组织 但实际上哈马斯差不多是真正控制加沙的武装力量 这次全世界都相信哈马斯发动突袭 是不想以色列和中东其他国家和好的 这些日渐和以色列建立正常关系的国家 包括了阿联邮、摩洛哥和沙特阿拉伯等等 哈马斯就相信一旦中东和平 他们被以色列人压迫的惨犯 就没有人再会关心 他们将会变成弃鹰 所以他们就要大闹一场改变目前中东的格局 各位大闹一场改变中东格局 是大陆环球时报胡锡进说的 哈马斯现在主动掀起一场这么大规模的战争 我也相信他们有一些人真的有这样的信念 真的遇到牺牲 现在哈马斯真的成功突袭 令以色列出现上千人死 最少现在三千人受伤 还有很多是重伤 当然这次真的吸引到全世界的注意 问题是他们下一步将会怎样呢? 我相信哈马斯也很清楚 他们一定打不过以色列 哈马斯博的是 他们大闹一场之后 甚至牺牲之后 可以激起中东其他国家对以色列的仇恨 然后就合力打击以色列 这样巴勒斯坦人将来就有出路 但现在结果是怎样呢? 哈马斯今次的行动 激起了西方世界大反感 由于今次是哈马斯先出手 先主动袭击以色列 还无差别伤害大量平民 所以大部分中东国家 除了伊朗 也没有什么国家愿意直接支持哈马斯 更不要帮哈马斯打以色列 无可否认的 今天西方媒体也有大量报道 中东国家的人民 是同情和支持巴勒斯坦居多的 今天中东媒体九成的相片 是巴勒斯坦人的惨犯 又是以色列好像没有死过人 对于哈马斯主动突袭 中东媒体多数被重就轻了 当然大外宣最擅长的网军 大家知道哪些网军 也在后面点火 我相信TikTok当然大量推播 有利于哈马斯的影片 但是这有什么用呢? 中东国家在国家层面 在外交层面 实在很难站过哈马斯那边 中东民意帮哈马斯 也不能转化成为真真正正打击以色列的力量 更不要说解救巴勒斯坦人 所以我经常说 当某些人说出一些很空泛的理念 然后就说只要大家牺牲 牺牲的人够多 再激起某一些人的热情 然后还要再改变某一些格局 到时候很多很多人就可以得到幸福了 所有牺牲的人都是死得值得的 甚至说这些人自己都表现出愿意去死的 而我通常对这些空泛的论述或者理念 都是一笑置之的 最典型的例子是 叫人人不怕死不怕穷 相信习思想 一定可以民族伟大复兴 超英赶美 东升西降 共同呼吁 我一看到这些东西 我第一个反应是笑 第二个反应是 嘖 凭你这个目口目面的肥佬 你有什么本事做得到 第三个反应是 你拿一个具体一点的action plan出来 你不是所有国家的计划都只有口号 天天不停打造打造 然后就不停烂尾烂尾 同样这次哈马斯的领袖 就是一样了 都是搞完一大件事 原来没有下一着的 没有想过下一步的 原来他们不是已经得到其他力量的配合的 原来烧完一轮烟花 抓了大批人质后 接着等以色列来反攻 然后给委以色列入 给理由以色列去殲灭自己 唯一他们做得到的 是吸引全世界注意 令中东很多人为他们鼓掌 又令西方很多人不再同情他们 而更惨的是 累死了几百个自己人 搞到几千个自己人受伤 很多人可能还终身伤残 你说杀害以色列人哈马斯 你还可以勉强说有道理 但你累死了这么多自己人 真是罪无可恕 简单说 以色列是有压迫巴勒斯坦人 巴勒斯坦人的日子是艰苦 但现在哈马斯发泄了24小时 出了一口气后 可能未来的24年 巴勒斯坦人将要过 比露天监狱更可悲的生活 今次以色列没错 死了几千人 但以他们的国力 可以很快恢复 日后 起码未来的十年 以色列和以色列人 会有更大的理据去增加军力 结果对巴勒斯坦人的压迫 只会更多 不会更少 中共说明了 支持巴勒斯坦建国 还提出两国概念 现在哈马斯听胡锡进话 听听话话 大闹一场 巴勒斯坦建国是否走前一步 中东的格局是否变了 显然除了中东国家之间 以巴之间仇恨加深之外 中东格局没有改变的迹象 现在没有一个中东国家 站出来用行动去帮哈马斯打以色列的 没有人现在帮手打以色列 反而以色列今次将错就错 吃着个势 重新回复2005年之前 全面控制加沙地带 还可以抹走不少 压迫巴勒斯坦人的批评 他们无辜死了那一千条人命 都换到一些得益 由于实力懸殊 今次哈马斯其实没有真正打击 以色列的军事力量 唯一是打破了以色列 防空系统打不入神话 但这也激发了以色列的危机感 日后全力提升防御能力 这次教训反而较精了以色列 以色列多次与其他国家交战 都是能先输第一回合 然后快速逆转反胜 可见以色列人 是有一种特别敏锐的调整能力 他们很多时会比对手冷静点 和理性点 如果你和犹太人做过生意 你就会明白我所说的这一点 来到这里 也就是这句了 希望大家继续收听《磨理汉天下》 在这片下 应该有超级感谢的符号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 另外我们也有Patreon Patreon的连结也在这片下 希望大家加入我的Patreon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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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